五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使命 我们应该关心使命 因为耶稣死而复活 是为了世上的人都能得救赎 因神的仁慈而荣耀神 今天 圣灵通过教会在世上积极做工 致力于这一目标 对于救赎世人这一使命的同情之心 清楚地显示在三位一体的存在 特性和行动中 在顺服大使命之上得到了最高体现 神的荣耀是我们的催化剂 人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被造的 神造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耀 诸天诉说神的荣耀 我们也反映神的荣耀 神是我们的创造者 赐我们生命的那一位 所以他配得我们的荣耀 尊荣和顺服 神创造我们 并不是因为他需要人来荣耀他 也不是因为他寂寞 而是因为他想与我们分享 他荣耀的喜乐 因为神是百分百的神 我们可以与他拥有喜乐 和充满爱的关系 这才是人的主要目的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 尊贵 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 神放大了他的荣耀 来救赎我们 因为亚当的原罪 所有人生来就是罪人 因此 神差耶稣为人类的罪付上代价 给我们带来和好的礼物 因为耶稣 我们可以和好 回到荣耀神的最初目的 因此 信徒渴望服侍 敬拜和顺服神 因为神借着差遣他的儿子耶稣 向我们显明的恩典 所有人都应该悔改 相信耶稣 并且开始荣耀神 体验在他里面的真正喜乐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 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十三 没有律法之前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十四 然而 从亚当到摩西 死就做了王 连那些 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乃是那以后 要来之人的预想 十五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 若因一个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 十六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是由义人而定罪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 十七 若因义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义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红恩又蒙所赐之意的 岂不要更像 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十八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 因一次的义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十九 因义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罪人 照样因义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罗马书五章十九节 因此 使命的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 神非常在乎他的荣耀 是因为他是百分百的神 赞颂他的荣耀意味着一切被修正了 意味着人可以永远享受最终极的喜乐 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用恩典拯救人 这样没人可以自夸 万君之一和华 会戴上荣耀冠冕和荣冠华冕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助撑散 罗马书一章五节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份 在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名 信服真道 罗马书一章五节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 神宰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三十四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三十五 谁是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三十六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倚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 耶稣的作为 是我们的激情 为了神的真理 耶稣来服侍犹太人 以便可以兑现 对他们祖宗 许下的诺言 就是 地上万族 都要得福 这意味着 从一开始 神的使命 就是要拯救 任何愿意相信的人 脱离罪 以及死亡 或永远与神隔绝的惩罚 耶稣来兑现这一怒言 他是应许之人 通过童真女所生 神借着耶稣 降为世人 他过着无罪的生活 人类拒绝了他 并把他 钉在了十字架上 他被埋葬 三天之后复活 他打败了 打败了罪恶 死亡和邪恶 他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任何愿意相信的人 都可以借着 单单信告耶稣 归于神 借着耶稣 神不仅在向犹太人 也向外邦人 施展恩典 都是为了神的荣耀 整本圣经 都在强调这些真理 罗马书四章十三节 因为 神应许 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必得承受世界 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 才得为后四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 哪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 人得为后四是本乎信 因此就属乎恩 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 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 也归给那效法 亚伯拉罕之信的 亚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复活 是无变 是无变为有的神 他在主面前 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 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已死 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信望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 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为他的义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 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就是我们这信神 使我们的主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 是因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十五章八节 我说 基督是为神真理 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 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 荣耀神 如经上所记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又说 你们外邦人 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 外邦啊 你们当赞美主 万民啊 你们都当赞颂他 又有以赛亚说 将来有耶稀的根 就是那兴起来 要治理外邦的 外邦人要仰望他 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 圣灵的事工是我们的胆破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他离开他们是好的 因为他会拆圣灵来临到他们身上 这样他们就有能力 在世人面前为他做见证 今天每个信徒都在接受救恩时 得到圣灵 他一直住在每个信徒里面 他仍旧是我们事工的力量 他见过了耶稣 他的事工 是要把人们引向耶稣 让人们敬拜他 他充满信徒 在耶稣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的时候 让信徒大胆传扬 耶稣的福音 他让非信徒悔改并重生 他是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 让人喜敬 成圣 称义的那一位 他今天仍活跃在世上 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 我说的话 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喜敬 成圣 称义了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 三位一体的怜悯 是我们的动机 提多书三章四节 但到了神 我们救主的恩慈 和他向人 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 神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救主 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 得称为义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 成为厚四 提多书三章七节 神的属性迫使我们关心使命 神就是爱 满有怜悯 神有恩典 有长久的忍耐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他是人类的创造者 圣经里说他 爱是人 神对我们的爱 是牺牲的爱 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而死 神的爱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耶稣为我们献出了生命 当我们还是神的敌人的时候 耶稣就为我们而死 神牺牲的爱 向我们表明了 他的爱是不配得的 毫无条件 毫无保留 奇妙无比 因此 使命正是神本身 和神的属性的体现 了解神 意味着肩负使命 诗篇八十六章十五节 主啊 你是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诗篇八十六章十五节 耶利米哀歌 三章二十二节 我们不致消灭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 不致断绝 每早晨 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耶利米哀歌 二十三节 耶稣的祷告 请求让我们在神面前屈膝 关心使命 耶稣怜悯众人 他担心他人的不幸 人类因为对圣洁的神犯下的罪 而面临的永远定罪 他知道 他来是要做世人的救出 有许许多多迷失的人需要拯救 但是没有足够的人传扬福音消息 因此他让我们祷告 求神拆更多做工的人 这是耶稣的祷告的请求 他不会命令你祷告 他不垂听的事情 停下手头的工作 注意周围的世界 耶稣所怜悯的人 耶稣为了人而死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让我们的注意 转化成祷告和行动 走出去给迷失的人传福音 挽救灵魂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 他们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 收养的圣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关心使命 世上遍布着悖逆之子和可怒之子 但是借着圣灵怜悯的功 他们可以获得能力 成为神的儿子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 不再是敌人 神会收养我们 用应许的圣灵 给我们印上印记 象征着我们是神家庭的一部分 他会像爱耶稣那样爱我们 我们会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们会得到所有儿子的特权 我们会得到丰盛永恒的生命 因此体验和意识到圣灵收养的功 就会让我们关心圣灵的事情 照着圣灵而行 借着使命投身其中 罗马书八章五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罗马书八章五节 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 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 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节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 大使命 要求我们关心使命 教会的任务 就是不断的使万民做门徒 直到耶稣再来 实施方式就是去普天下传福音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新信徒施洗 教导神的话语 造就信徒 因此我们参与到使命中 就是顺服三一真神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 复习题 什么是我们的催化剂 什么是我们的激情 什么是我们的胆破 什么是我们的动机 你是否关心使命 你用什么行动来回应 好